相信不少的特种兵军人都听说过治理陆军山地作战课程吧 这个课程是至今最变态的课程之一 据说这个课程不仅训练发生残酷 连队员淘汰率也是超级残酷的 但是就是一个让很多美国军人 甚至以战斗民族著称的俄罗斯军人面前都害怕的变态课程 却被我国第75集团军某旅影署侦察派派长李硕给成功拿下了 可是想要获得这一殊荣 可不止仅仅是说起来那么容易的 既然能获得这个殊荣 说明李硕也不是什么图有虚表的人 人家可是拥有真本事的 不然怎么可能扛得住恐怖的地狱洲的训练 首先李硕为了能够顺利进入智利陆军山地作战课程 专门去学习了西班牙语 并顺利取得了西班牙语的国际终极标准 由此迈向了通往智利陆军山地作战课程训练的大门 随之而来的便是最恐怖的地狱洲了 在这期间每个队员都要进行极其残酷的训练 这些训练无时无刻不再挑战着队员们的身体极限 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来自于魔鬼教练的各种变态提发 这些非人的折磨甚至心理上的侮辱 让很多队员都选择了退出 但是他没有 这个来自于中国第75集团军某旅 隐属侦察派排长李硕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每一天他都咬紧牙关 期待着完成训练 看到中国国旗飘扬在安地斯山的那一天 因为他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人在其在 誓死捍卫祖国尊瘾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硕成功通过了结业考核 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但看到中国国旗 在安地斯山脉上高高飘扬的时候 相信那一刻他的内心是无比激动的 两个小银颜柑 一段时间内心是无比相亡 制作为深夜的外景 在五遍上进的前面 西安坡